什么时候捡封神童是最佳时机 你还记得第一次挑战狼王的刮沙吗 这里是挑战不克经 200天打满星深渊 第五天 很快啊 一下子就来到了第五天了 昨天干完了风魔龙之后 卖畅的就叫我们 去旅乐参加一年一度的送仙点一 那么就往旅乐去吧 但是一看这个任务 需要23集才能开启 我们现在才20集 所以这中间有3集的真空期 干了那么多天任务 是时候体验下开放世界游戏 趁萌德要翻篇之际 咱们把风神捅找了 借助蜗菊妈妈的攻略 高笑的一遍果全部搞定 最后一个 是需要飞到这个无人岛上去的 还是过于自信了 想着从摘星牙这里 直接飞过去 中间还吃了一个50的体力药 最终还是绝望地掉到的海里 只差一步之遥的 想到到时找宝箱的时候 还要过去一趟 而且神童都会多给一个做纪念的 所以现在 全部工作了 也是能等到神的认可 有了风神的认可 那不得干点大事 找北风王王干一架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搞错了 再来 我不服 换上我最强相灵 跟你拼了 开局巴巴拉挂鼠 内鬼先预定了 召唤流 兔兔伯爵 如锅巴一起上 风阻西柱 相灵开大规避伤害 给我使劲的挂 嗯 太过了太过了 嗯 伤害确实有点大 就不解说了 有没有唤醒 比你第一次打狼王的情景 立志做个要强的人 所有boss绝对不叫狼 啊 你们 也别来帮我啊 以后的路 我都要自己一步一个脚步 虽然操作拉胖 但刮沙也要刮过去 这才是游戏的魅力呢 最后足足刮八分钟 终于刮死了这狼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